好,我們的板子已經做連線完成 那Arduino ID也認識他了 那我們怎麼和Squatch2連接 在我們EDU2016的作業系統裡面 我們的做法是 在我們的桌面上有一個連線程式 這個連線程式你只要點兩下 選擇你連線的方式通常是USB0 按確定 那他就會開始連線 然後出現這個Ctrl-C 然後這個是告訴你Ctrl-C可以離開 然後請你開啟Squatch 你只要看到這個英文字 那就表示他已經跟 可以跟Squatch2連線 這個時候注意請你不要按XX 離開這個視窗之後 這視窗關掉以後 他又沒有連線了 所以請你做 說到最小的動作 請你開啟Squatch2 開放硬體的程式 開放硬體Squatch2程式 在更多積木你會看到 這邊已經是變綠燈 這樣子你就可以使用這邊的積木來做 連線設定 那假設如果你連線不成功 我們把這個視窗關掉 他會變成紅燈 那紅燈怎麼辦 那你不急著把視窗關掉 記得 重新執行什麼 我們的連線程式這一支 這支連線程式 再選擇一次USB0 確定 一樣等待一下下 然後他就會 進行連線 又看到了 START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的綠燈 又回來了 好這樣子可以快速的連上 跟Squatch2做連接 然後你就可以 進行你的 程式設計的一個課程 就可以打招呼 直接打招呼 就打招呼 直接打招呼